特別的要介紹一下 你只要 那你那一鍋湯呢 就 過年前一個月 要開始醃酸白菜 我爸還跟我講小撇步 加了兩瓶 所以它發得漂亮跟快 過年嘛 很好加生 要善味好了 對 好香 過年的時候 我們就去他家人 要帶個保鮮蛋 好厲害 來 看它的油花 就閃閃動眼了 看它的油脂都在 剛才沒吃便當 好 厚實的肉跟口感 吃過得了 那個飯整個看不到了 不太適合趴趴照沒有關係 我們現在可以用另外一種方法 最厲害的地方在於 AR技術 你就可以直接看到 我傳給妳的 好貼心喔 而且還覺得很有趣 好貼心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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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來我家 趕快介紹來賓 楊晨熙 嗨 大家好 大家好 朱欣怡 漂亮媽媽 嗨 是 還有我們的養生料理達人 林秋香 秋香 大家好 大家好 歡迎我們的好媳婦 我們的三個月 都是以來的 真麗節 對 養家 那時候是 竊腳的旁邊就是沒有竊腳的 外小廚師阿布 是 要怎麼說 因為過年的時候 你幫過忙嗎 有啊 幫忙 吃菜味 對 這個也是功德 對 這也是功德 接少廚餘 沒錯 對 我們今天就是要來 談一些過年的事情 因為過年快到了 我想大家都 還沒嫁人嗎 還沒 媳婦嘛 媳婦嘛 大家都是 我們要來問問甄莉姐 你怎麼樣搞定 這個過年的年菜呢 過年的年菜 其實基本上是 剛出應該是我的公婆 她們自己煮 她們都自己煮 然後就是我帶小孩 還有老公我們就回去吃 可是後來發現就是 久了怕她們累 所以後來我們就移到我們家 就移到我們家 等於說是過年的時候 請我公婆到台中來 然後我老公煮 因為我老公很愛煮飯 對 所以她就煮一桌菜 年菜就是過年的年菜 給大家吃 我其實是一個很討厭吃魚的人 我不愛吃魚 因為有刺啊 對 有幹嘛也很麻煩 那因為我有被魚刺卡過 所以我就再也不太吃魚 所以我們在家裡的時候 媽媽會罵 說過年一定要吃魚 因為年年有魚啊 對 所以一定要吃 那可是你就是再討厭被罵 你還是得吃嘛 我又跟我老公說 麻煩我知道要弄那個魚 那個魚 麻煩你盡量弄那種 就是沒什麼刺的魚給我們吃好嗎 對 不然這樣後來就比較 比較不太喜歡吃一些東西 可是就是變成說 來到我們家之後 我們就可以煮一些我自己愛吃的 叫我老公幫我弄 可是我其實覺得 最阿雜的就是之後的洗碗 善後工作 善後工作 因為我老公只負責煮 然後他不負責洗 你看看有沒有 認真的來人是最帥 可是你看 帥的旁邊 對 這些都原封不動 對 它煮好了之後 它就拍拍屁股 它就走了 沒錯 之後就是你了 對 而且你知道它所有東西 譬如說有些東西要先燙過 汆燙過再弄 汆燙就一個盤 然後再弄再一個盤子 你洗乾淨都來不及 有時候還來不及 他說沒盤子 快來先洗 你洗一洗還要再給他 然後他又把你用掉 他真的把你當員工在 訓練就對了 真的 是 老朱 你有沒有 其實我算幸運了 因為我還沒出嫁之前 家裡大人做 出嫁之後婆婆很會煮 我也不用煮 可是我要幫忙準備什麼 例如說 有一些紅包袋 還有一些過年的海鮮 跟肉 我要去採買 採買也是功夫很麻煩 尤其是你知道像這種 特別紅包袋 我就會特別 因為現在很多人就會用 例如說銀行送或什麼 可是我們就覺得說 就是送這出去的人 還知道說 這個紅包是誰給你的 對 然後我就會特別去找 可是你知道這種賣 這種特殊姓名紅包袋 它真的只有在過年前一個月 或是前三個禮拜 在那種例如說迪化街 賣場 對 會有一些比較特別的地方 它才會有賣 所以你要去找 然後要特別去挑 那小朋友呢 還會送他那種就是 有可愛卡通的 像什麼以前 現在賭麵 賭麵 對 對 或者是有些長輩 就很喜歡這種 吉祥如意這種 而且你知道這種 跟一般的這樣比起來 小 它比較大 這個比較大 所以它可以裝 比較厚的鈔票 或者是 要給長輩 他想說你要多付一點 對 長輩的 特別大包 兩千塊的 或者是那種 兩千塊鈔票可以放進去 或一千塊可以放比較厚的 那小朋友當然就沒有關係 然後還有這種也是比較特別就是 像我們每年都會有一些 例如說像這個是 寶格麗的紅包袋 那它就比較沒有說 有那個很漂亮 然後也沒有年份可言 這會捨不得用 對 真的可言 你看像我就沒有用完 可是這個包出去也是很有面子 對 然後還有這個也是 就是珠寶品牌的 就是整個打開就 真的都好美喔 無論是喜酒什麼的 有人喜慶都可以留著用 其實可以在那個紅包袋 不管它大小 你就把那個紙鈔 折成財神爺的那個狀 也可以 折成財神爺 然後放在裡面 剛好我們現在也不是有五種嗎 對 就五露財神 兩千 一千 五百 兩百 一百 剛好五個顏色 對 感覺就是 有寓意對不對 對 過年就來學了來折 就不用說超過五千塊給你 真的 好聰明喔 然後像那種食材你們就知道 因為過年就那幾天 你頂多就是 除夕 除一 除二 除三 就這四天 所以你也不能夠一次買太大量 就也無法冰 然後所以這些生鮮食材 我通常都會一個禮拜前就開始準備 那如果真的冰不下怎麼辦 有時候真的會冰不下 然後就會開始借社區管理員那邊冰 也冰不下 媽你們家可不可以借冰一下 常常就會這樣 就是要冰到別人家冰箱那樣子 就是乾的我們可以放外面 裡面的要怎麼辦 到底有什麼不用放冰箱 其實裡面 如果說你把它擠得太滿的話 它其實它冷氣沒辦法循環 它東西反而會壞掉 對 沒錯 所以還是真的就是不要買太多 需要的 你就跟它這樣算嗎 我就過年那天晚上吃一吃 然後頂多就是 因為大部分的傳統市場初五就會有 可是一般的超市跟那個 那個什麼大賣場 其實他們初一就開了 所以你幾乎就是說 你可能過年那天你先把它準備煮了 其他的你需要的時候再去買 那買乾貨我覺得乾貨 我很喜歡換那個乾貨 比如說像好我現在戴個手套 我來跟大家講 這些乾貨你把它備著 你就是萬無一失 像這個魷魚 如果說你買的魷魚 有碰到水的話就一定要冰 那如果沒有碰到水的話 其實你放在外面大概兩個禮拜 其實也不會壞掉 那或者是說你碰到有太陽的時候 你把它稍微的給它 因為它本來就要曬一下 曬一下 那另外香菇 這個香菇那如果你過年的時候 你買很多 你冰箱真的放不下 像我香菇我就是買那種 你去買的時候 當然整包的真空包是比較 可是我發現台灣真空包比較少 在日本就有真空包 那你買的時候 如果那個香菇很脆 就代表很新鮮 那你很脆的香菇 你就是把它密合好一點 那你就不需要就是 你去買一些像可以真空袋 還是密合度比較好的 那你就把它就是放到那個 陰涼的地方就好了 那不要放到有陽光 或者是有的會放在那個爐子底下 那它很燙嘛 就是那個爐火在上面 也是會有影響 對 是 所以像這個就是買乾爽 放在陰涼的地方 那另外呢 這個特別的要介紹一下 金針 金針呢 其實我們在過年的時候 你真的變不出花樣的時候 你只要雞加香菇加金針 加一顆干貝下去 那就非常的美味 頂多就是三四片的精華火腿 那你那一鍋湯呢 就從五百塊就變五千塊了 深 再來呢就是像竹参 這個竹参呢 過年的時候 人家送給你禮盒 常常會收到 對 一小包的竹参 雪白雪白的 你一定很開心 這很貴的 我告訴你 那種竹参非常的薄 你真的把它泡起來 花起來的時候 對 第一個漂白 再來就是它很薄 完全不好吃 竹参就是這個顏色是比較天然的 有一點點微黃的 這個就是米色的 那你只要泡清水把它泡來泡 然後呢 就是剪一段一段的 再把它汆燙過 那你要它好吃 就是用高湯去煨過就好吃了 那香菇呢 我們在泡香菇的時候 常常今天 熱水還是冷水 冷水泡 冷水泡 你泡木耳跟泡香菇 其實都不適合用熱水 用熱水 熱水去泡它是會開 可是熟起來 就是你煮的時間要加倍 那所以我們用冷水去泡香菇就好了 冷水要泡多久 那我自己的做法就是 冷水加一點點的糖 不是糖水喔 加一點點的糖 這真的是燒配薄 滲透壓的可以 對 你好聰明喔 所以那個滲透壓 就進去就很快速 大概30分鐘 這個香菇就可以了 是 那另外呢就是這個干貝 干貝呢你準備起來的時候 其實你真的就是非常好用 比如說冷水泡 大概泡30分鐘到一個小時 都沒關係 那你要蒸的時候 記得用紹興酒 用紹興酒 大概像這樣子的話 大概用到50cc的紹興酒 然後進去蒸 一顆如果算顆的 因為我們以前開餐廳的時候 一顆要80塊 那是兩年前 現在可能要120了 這樣是不是 聽秋香老師這麼講 好想 秋香老師你過年前 大概前一天有事嗎 你有空 我等一下地址給你 對 所以我現在要介紹的是 其實現在也有很簡單的干貨 就譬如說像這個 這個是烏魚子 有沒有 你現在烏魚子就直接是這樣 你已經都幫你用真空切好的 真空包裝 你就直接打開來 就可以直接吃 真的很好吃 可以直接吃 就是當零食吃 其實你也可以準備一盤蘿蔔 還有蘿蔔跟蒜苗 而且它現在除了有一口烏魚子之外 它還有鮑魚還有鰻魚 其實都非常的方便 好好吃 那個鮑魚 超級好吃 好嫩 那現在就是一隻衍生出來 粥啊 蘋果 蘋果水泥 有水 都有 但是我前幾天吃到加了什麼 加了起司 那也非常對味 也是很對味 是 你們有沒有發現 一個家庭裡面一定會有一道菜 是從小到大一定要吃到 尤其是過年的時候 有沒有可以跟我們分享 有 你有帶來 那我們就來分享 我們現在又來懷念家鄉的好吃 對 每次到過年的時候 人家說什麼被私親 我真的有覺得 因為 能夠一家人聚在一起做 就像有看了一個電視廣告會很難過 是一個朋友一個朋友走了 家庭的成員也是 所以能夠保留那個味道 適當家會很 大家會很感興 就只有這個菜可以讓我們懷念到 以前的爸爸媽媽做這道菜的時候 然後我們吃的那個 記憶的味道 是 來 老朱先 對 老朱 我要來跟大家介紹就是 因為我們家東北人 所以我爸每年他們最大工程 就是過年前一個月要開始醃酸白菜 而且都自己醃 對 都自己醃 就是用那種你知道塑膠的那種 對 塑膠那種放衣服的那種盆 然後就那一缸 然後大概可以醃 大顆大概10到15顆 小顆當然就可以多一點 那那種酸白菜一定是拿那個 長的那種白菜 對 山路白菜 還不能洗喔 不能清洗的 不能清洗 但是你要就覺得說 那奇怪你要怎麼樣殺菌呢 很簡單 它切拌以後對不對 那你那個剖面炒上 就會用熱水去淋 尤其要交正中心那個最中間 菜心的地方 因為它要讓它不會再繼續生長了 是 讓它完全死掉 然後就會開始慢慢發酵 最妙的是 我每年看我爸在那邊醃的時候 我就覺得 哇 真是太有趣了 因為醃一陣子 我就會想打開看它 我爸就說不要碰 如果上面有什麼長一些什麼鋪啊 很像菌那什麼 那也不要碰它什麼 我就說 蛤 怎麼這麼麻煩 可是醃了大概25到25到25 每年的天氣不宜嘛 如果天冷就要醃久一點 熱就快一點 就會發得快 對 就會發得快 然後我爸還跟我講小撇步 我說你在騙我吧 他說有一年 我叔叔醃得特別漂亮 他就問他說你加了什麼 他說他加了兩瓶養樂多 他說他加了兩瓶養樂多 對 他說原來是加了乳酸菌 所以它發得漂亮跟快 是不是小撇步就說 那這樣我買好的益生菌 加進去是不是也可以 對 他說應該也是可以 應該也是可以 原理是對 所以要讓大家來嘗嘗看 就是東北人很常吃那個 酸白菜牛肉粉絲 老師妳吃看看 很好吃喔 吃了很想叫秋香 我很喜歡酸 我很喜歡酸 就是這個酸 對 然後重點是因為 我們小時候就很習慣 所以每次過年想到火鍋 就想到酸白菜白肉 對 我也是好喜歡 就會一直想到去找那種 就是卡比那種記憶中的味道 而且有些老的 一葉奶奶他們的傳承 像我們過年一定要吃餃子 酸菜白肉鍋 這種過年的味道 我們現在就是一袋一袋 希望能夠繼續傳下去 所以每年我們都會 因為我爸爸跟叔叔伯伯他們輪流煙 例如說今年你家煙完 我就不接了 對 明天要換 然後煙完一缸就可以分送 你不要以為就是吃不完 其實我們那一缸 很快就吃完了 很快 兩三天都吃完了 對 炒一個鍋 然後放一個那個 炒一個什麼 親戚沒有收到也很開心 因為這是自己煙的心意 是 那我們現在來看晨曦 晨曦這個也很感動 她後面也有一個 我剛剛聽到的故事 其實我覺得很棒 你終於把這個味道 味道做不好沒關係 你就把它放著 有一天一定 你會找到那個味道 我壓力很大 不用大 你不用大到自己去切到手吧 真的 我現在還放不到六針 你看 所以你很用心 就是其實這一道寧波年糕炒 這個酒黃 是我們家每年過年必吃的 那我們家其實過年很特別 是沒有主食的 主食就是這個年糕 所以後來很多親戚朋友 來我們家的時候 都會指定說 欸 你們今年一定要有 那個酒黃年糕 我們一定要吃到這道 才有過年的感覺 那以前這道 其實最早是我外婆做的 那我外婆 因為也是就是在眷村裡面 然後眷村那時候 她會炒很大一盤 然後甚至連那個 大家都來分 對 左右鄰居 都會一起來分 那個一大盤的那個年糕 然後後來那 她就教我媽媽嘛 所以我爸爸 是一個嘴巴很刁的人 她變成女婿之後 她也是指定 每一年一定要吃這個 吃到這道 對 然後後來 可是因為就是 我外婆傳給我媽媽 然後我媽媽 原本要傳給我的時候 因為我就是 不是很熟廚房的東西 我就沒有好好學 我其實現在有一點後悔 我那時候是沒有很認真 學這道菜 那直到後來我媽媽 因為生病的關係 那就過世了嘛 然後而且這一盤 還是真的是 晨熙自己親自炒來給我們吃的 對 但是她其實味道 我就是還是 今年會跟我爸爸慢慢的討論 因為就是 差一點點就不下 沒關係 心意已經100分 對 真的 已經爆了 所以沒關係 真的很想要讓她 就是覺得 媽媽還跟我們一起 有威嚕的感覺 是 沒關係姐姐們 我們來幫她吃看看 有沒有媽媽的味道 好 是不是 來 我來幫大家 她其實做也沒有很難 很漂亮 我覺得 我們這個很特別 因為我媽媽知道 我比較不喜歡吃豬肉 所以我們每一年都是炒牛肉 是 那裡面會放一些些 醬油膏跟醬油 然後會有一點點的醋去提味 你這個應該有 也是80分 就是少那20分的一種愛 就那個新的那個愛 然後再把它找回來 就100分了 真的 真的 做菜就是要經驗 經驗到了就會那個 是 好 我們現在來看真莉姐的 真莉姐真的是 妳很愛老公 老公很愛妳 她很愛我 沒有 她是很愛小孩 所以這道菜是 她真的就是為了小孩 她燉雞湯 我們家裡燉雞湯 是要先用雞架 去熬出一個湯底 是 然後再分成小袋裝 放到冷凍庫凍起來 當妳要喝的時候 她就拿裡面拿一包 解凍 解凍然後放在一個白色小棕裡面 然後譬如說妳想喝麻油雞 她就幫妳做麻油雞 妳想喝蒜頭雞 就幫妳做蒜頭雞 人生雞就幫妳做人生雞 所以我們可以三個人同時 喝到不同的雞湯 大家她很聰穎 對 我老公就是用這樣 可是很費工 因為要花很多時間 妳幫燉那個雞湯 也要花很多時間 所以我想說 每年過年妳又要做年菜 又要分包裝 分包裝這樣 不是很麻煩嗎 對 我就說 那因為我們家 其實就是會有做這個菜補雞湯 那她就跟我說 妳有本事找到一樣的味道嗎 我說我想辦法 我一定找到一個 因為她嘴巴超刁的 我說我找到妳OK了 我們以後就用這個 我們就用這個好不好 最簡單的又方便的 她就說好 然後我終於找很久很久 終於找到這個雞湯 大家等一下可以喝一下 就很像她心目中的味道 很像她心目中的味道 連她這麼刁的人她都OK了 所以我想大家應該也都OK 因為她還是整隻雞 妳可以看到是整隻雞 而且她的菜脯是老菜脯 對 是老菜脯 是 這是一個很古早很古早的菜 因為用老菜脯 老菜脯那個鹽巴 它已經放到黑色了 對 那因為我之前在演舞台劇的時候 李立群大哥有說過 那個老菜脯 妳就這樣咬一口 然後把它含在那個嘴巴 因為很鹹 然後它慢慢進到妳喉嚨的時候 因為有唾液 然後進到妳喉嚨的時候 回頭喉嚨會刺刺 那就再殺菌 對 其實妳也可以直接把老菜脯 放在水壺裡面 直接加熱水來喝 對 那也是可以的 對 皮膩西隆會很好 謝謝 沒錯 好香喔 好喝 好喝喔 好喝喔 重點很香 然後大家圍爐的時候 對 重點是在方便 對 還有大蒜 蒜頭的味道 對 就什麼都有在裡面 老菜豆跟蒜頭 我覺得這個雞湯已經是熬到 我覺得真的是超好 而且沒有人搶誰的味道 對 所以天氣這麼冷 喝這個熱熱的味道 很多舒服 很溫暖 太順了 真的好溫暖 那現在其實 尤其在煮年菜的時候 大家都希望我們比較溜一點 對 可是偏偏黏菜的料 又要傳到手露菜 又要傳很多 但是秋香老師 今天要教我們五分鐘上一道大菜 過年的大菜 五分鐘喔 是什麼呢 我剛剛看到蝦 我笑一笑 蝦五分鐘是OK 但是 它好吃 它說可以分三種 有三種做法 三種吃 是 三種吃法 是 你快要出哪三種嗎 我先來介紹這個藥材 是 這個藥材裡面有 還有紅棗 還有就是當歸 跟人生虛 然後我們就用水去煮 我大概就是用這樣子 三倍的水 用同樣的涼杯 我用大概三倍的水去煮 煮到剩下一杯 是 慢慢的火去把它煮 因為你沒有這樣煮 你的紅棗味道出不來 對 那如果你是有蓋蓋子 那你可以就放大概 兩杯半的水就可以了 那煮好了就是一杯 但是我們要 今天我要做醉蝦 可是我做醉蝦的前提 我還可以做醉雞腿 對不對 我先把醉雞腿 醉雞腿其實非常的簡單 今天就是教你一種 可是你可以急於緩篩 是 你去菜市場買雞腿 烘仔雞腿 叫它幫你把骨頭取下來 你回家就在那個 那個雞是不是 它這樣裹開 肉的部分 肉的部分抹一點點的鹽巴 如果你沒有味精 不能過生活的話 就加一點點味精 然後再把它轉緊 然後用膝脖子 就是兩頭把它裝進 然後去蒸 大概蒸40分鐘 給它放涼的 你就把它泡在這個藥汁裡面 那如果是醉雞腿的話 要泡兩天 那泡完兩天的時候 因為兩天它的味道 就很鮮 一定要放涼 對 一定要放涼 因為放涼的 它裡面會有幾栋 是 再熟起來 對 所以你如果 你把那個雞腿拿來切的時候 會有一些凍在上面 很好吃 那你醉雞腿就做完了 這些醬汁怎麼辦 因為它裡面有 真的紹興酒 有醉雞酒一瓶 要兩百塊 對不對 還有這些藥材 對 所以你就把那個 因為你做完了那個雞 它有一個肉的 一個蛋白質的鮮味 你就拿來做醉蝦 是 那你醉蝦呢 醉蝦其實很快 20分鐘以後就可以吃了 可是大概放一個禮拜 不會壞 因為很多的酒 所以我們在做醉蝦 做完的時候 你醉蝦通通吃完 我在家裡 我一次過年的時候 我會做三斤 三斤 隨時有能量來 我就把它 你就真空袋 再把它裝著 或者是放在哪邊 對 你就把它撈起來 或者是你把它蓋起來 那我就撈起來 就是一盤就這樣子 你看就很漂亮 一盤就出去了 對 所以這就是第一道 對 那你完了以後 你就是把那些湯 拿去煮火鍋 是 或煮醬酒雞 也非常好吃 因為有藥汁在裡面 煮麻油雞 對 好 過年嘛 讓你加關鍵節 要三味好不好 對 好香 好香喔 過年的時候 我們就替他家人 帶個保鮮蛋 好可愛 來… 看他的油花 這閃閃動眼 他那油脂保鮮 剛才沒吃便當 好 節目最後 還有金妹禮物大放鬆 我在家裡 我一次過年的時候 會做三斤 三斤 隨時有人要來 我就把它 你就真空再把它裝著 或者是放在哪邊 對 你就把它撈起來 或者是你把它蓋起來 那我就撈起來 就是一盤就這樣子 你看就很漂亮 一盤就出去了 對 對 這就是第一道 對 那你完了以後 你就是把那些湯 拿去煮火鍋 是 或者煮燒酒雞 也非常好吃 因為有藥汁在裡面 煮麻油雞 就變藥膳麻油雞 對 好 那我們現在 我把這個就是 等量的酒 紹興跟等量的藥汁 是 把它夾進來 紹興做菜 入菜真的是很厲害 是 它那個味道好厲害 好 那我現在就是水大滾的時候 然後呢 你把它燙一下 好 那我們買蝦呢 你的蝦如果說 煮了會 頭會有一點黑的 但是它是完整的 不是掉的 就代表這個 像這樣子的 對 這個蝦就是沒有放藥水的 如果整個都不會有黑的 白的 那是有放藥水的 好不好 好 泡澡 泡澡 真的是 好 那就讓它這樣子浸泡住 那你這個呢 如果你那個 藥汁煮好的時候 還是熱的時候 先不要對酒 因為你知道那個酒 胖到熱的 它很快就揮花掉了 對 所以你要那個紹興的 一個香氣的話 你就等到藥汁涼了才泡 那我今天在煮的時候 陽台剛好好冷喔 就趕快拿到陽台去給它 一下子就涼了 冰鎮一下 冰鎮 對 對 所以 所以真的這一泡 來 對 浸泡加生 因為過年嘛 過年 讓你加關禁節 太新鮮了吧 對 用手 可以用手 對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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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那個菜好好吃喔 我知道那個味道很新鮮 對 很新鮮 好好吃喔 很好吃喔 一剝那個皮就知道了 藥膳味好吃 對 好香 好美喔 所以老師那些藥材 都沒有調味對不對 沒有 這個不需要調味 其實就是你頂多 如果說你是一個 沒有鹹味 你會覺得吃不下的東西的時候 你就是燙蝦的時候 放一點鹽巴就好 就好 對 因為這個我們就需要 酒香跟醬油 沒有 酒香味都很新鮮 對 一把 一把就出來 蝦 那個蝦就是花紋豆在的蝦 就是很新鮮 是 非常新鮮的蝦 超好吃 然後藥材我們就簡單再講 紅棗當歸 你只要跟中醫師講 他們應該都知道 到中藥行買的 你到中藥行 你跟他買一些像人生虛 然後櫃枝 這個人生虛 大概如果你煮一斤的蝦的話 大概四根左右 因為太多會苦 那這個櫃枝的話 就是大概1.5千就好了 那枸杞大概就是3千 這個川雄就是兩片就好 那當歸呢 我這邊的當歸只有用到半片 但是我的紅棗是用五顆 那要煮水的時候 然後記得把紅棗剪開或者是把它 捏破 為它煮得會出來 才會出來 是 好 就這麼簡單 那你隨時你要來我們家吃飯 都可以 最起碼我有一道蝦了 是 過年的時候 我們就去他家 然後帶個保鮮蛋 對 那個蝦 不要再帶我家 所以我們現在就可以 對... 超好吃 因為這個就是要吃那種 原味 鮮甜 這樣就鮮甜 然後我就加了 鮮甜的話 多少才會這樣 像這麼美味 其實這個大概四個小時而已 四個小時 那麼快喔 就這麼香了 對... 那如果雞肉的話 真的就需要兩天 如果雞肉 你大概一天也可以吃 可是就是它沒有辦法進到 因為它的雞的肉質 比較低 對 所以你在泡的時間要慢慢 你也可以就是像 可能有一些媽媽 那它跪你以來是你要拜拜 那拜完了以後 你就半隻去做蔥油雞 半隻就直接把它一開始 你就把它泡在這裡面 對 就好了 真的... 而且那紹興好香喔 對啊 謝謝我們這幾位 單身的 還有我們這幾位 這辛苦的偶像 對 真的大家辛苦了 謝謝你們來跟我們一起分享 還有這個紅袍加深 大家回去可以試看看 非常簡單的做 是 那接下來就是我們老豬喔 老豬 妳還有什麼簡單的 吃年菜的方法 要介紹給觀眾朋友 絕對有 就是讓大家知道 吃日本味會很輕鬆 我不相信 我們來看一下 心儀啊 不對吧 妳這樣也太輕鬆過年了吧 這個不就是壽司嗎 就是因為大家現在都想要出國嘛 可是沒有辦法出國啊 對不對 因為疫情的關係嘛 所以呢 我告訴大家 我就找到了一個 小PayPal可以讓小家庭 開開心心的 在台灣擁有日本年味的感覺 喔 好貼心喔 對 這是也是一種轉型的感覺 對 因為我們不能出國過年了 對 沒錯 所以在台灣也是可以吃到 像日本口味的菜 很年菜的意思 沒錯 妳想想看嘛 媳婦跟婆婆 就不用在那邊 又東準備西準備 忙二七婚八素 真的很累 沒錯 沒錯 他們家呢 非常的厲害 是 我們要不要先看VCR 其實呢 我有帶給大家 就是回到他們店裡 他們店內的裝潢 跟日本也是一樣 原汁原味 哇 太棒了 好 那我們先看VCR好了 今年過年我想要來點日本味 所以今天啊 我帶迪寶來這間全台最大的 混一管壽司餐廳 來嘗嘗不一樣的過年性 這位迪寶 你知道嗎 這邊啊 這家餐廳啊 裡面的裝潢啊 或是甚至連小地方 都跟日本當地一模一樣喔 真的嗎 來到這邊可以挑選壽司種類 非常的多 每個月還有十到二十種 期間限定商品都不怕會吃膩喔 迪寶 妳有沒有特別想吃什麼 我們現在來點好不好 好 我想要吃 我記得他們有一個招牌 大切生鮭魚 妳幫我找大切生鮭魚在哪裡 對 然後還有一個 然後還有 然後還有 日本產備注跟鮮蝦三罐 都要記得幫我點喔 好 點完了 那妳再看妳想吃什麼 哇 好吃 哇 滿滿的一桌 讓我覺得好像回到了日本喔 而且啊 要來特別的介紹一下 這一家的壽司米喔 這一家啊 一直都是使用日本原裝進口的日本米 而且啊 為了呢 一整年都能夠維持相同的口感啊 還要依照季節去調配不同的專用米喔 美麗都是日本新鮮直送 讓妳不用出國也能夠享受道地的日本味 我要先來試試 他們最招牌的 大切生鮭魚 好新鮮喔 而且鮭魚肉真的很Q彈 它的醋飯比例非常好 讓妳覺得苛刻分明 但是又不會覺得很黏的感覺 趕快來吃一個 哇 你看這顆黑鮪魚中腹跟大腹 看起來有多漂亮多嫩啊 欸 真的看得出來這一家 不惜重本要給我們回饋最好的品質耶 這麼多的食材裡面 這兩個人氣真的很高 這一盤 回饋價只要60塊 這一盤只要80塊 大家能夠想像嗎 是黑鮪魚中腹跟大腹耶 果真是非常的嫩 那魚肉彈跳的口感真的太厲害了 就算小朋友不吃生的也沒有關係 因為我們這邊還有炸雞軍艦 人氣炙燒三罐 還有很多像豆皮壽司啊 或者是拉麵 小朋友都可以吃喔 而且還有集點活動 如果集滿了呢 就會可以把吉祥物帶回家喔 是不是很棒呢 大家一定要知道 過年是一個圍爐的時間 但是如果小家庭的話怎麼辦呢 小家庭也不用慌張 可以一起來這邊 一起吃自己想要吃的東西 想吃什麼就點 是不是很方便啊 我覺得太殘忍了 再短短的幾分鐘 對啊 我覺得我已經 你們知道那口水 往肚子裡面吐的感覺是什麼嗎 口水直流對不對 妳可以不要再講了嗎 對對對 我們快啦 可是我們不知道從哪邊吃起 因為吃這個好像有它的順序在 對 因為我要跟大家介紹的其實是因為 因為我們現在把就是 店裡的原汁原味帶在這邊 對 可是你們其實沒有看到店內它的裝潢 其實是把日本那一條 完完全的原原汁原原搬過來 對 所以我們在這邊可以有那樣的享受 那我們到現場的 一定也要帶台灣最愛吃的就是 大切生鮭魚 對 這個是台灣限定 因為台灣人真的超愛吃鮭魚 真的 大家先來試試看 來來來 大切生鮭魚 來 來 好來 我自己來 而且我一定要先介紹 它的這個壽司米喔 其實因為我們就是 大家都很知道嘛 就是壽司它的醋飯是非常重要 它如果一捏起來 然後它的飯就掉的話 真的就不OK對不對 對 可是你知道嗎 它的醋飯 它為了要一整年都維持同樣的口感 它會依照季節去調配 專用名 對 像水分也是 對 都有關係的 而且全部都是特地從日本進口的 所以你吃到的每一粒米都是日本直壽 你不用出國你就可以吃到道地的日本味 對 好好吃喔 台灣的米真的做壽司會比較吃虧一點 你知道這個醋飯吃起來真的很像是日本吃到的米耶 真的很讚耶 怎麼樣 鮭魚怎麼樣 很好吃 Q彈嗎 第二個 對 不要講話 第二個了 好 不知道大家等不及 但其實呢 最厲害的就是這個 人氣炙燒三罐 對 它裡面有這個 是第一口嗎 不一樣 這是不一樣的 這不一樣的 就是這三個是 一個一個 對 這三罐是人氣的三罐 它是起司炙燒鹹蝦 這個是中間的 你先用 然後這個是 炙燒的起司鮭魚肚 然後這個是 醬烤備注 我來吃干貝 對 因為像有些小朋友 他如果不敢吃 炙燒的話 也可以 但是你知道炙燒上面 就是會有一股香氣 真的就不一樣 真的 反正人氣最高的炙燒 都在這一罐 對 入口即化 好好吃 真的 而且我剛剛看那個價格 太便宜了 對 真的 再來介紹大家 看到這個 晶瑩剔透又肥美的 就是日本產的備注 好大 它那個厚實的肉跟口感 吃過的都說讚 這真的好大一顆 一人一人一個 米飯塞進去 你整個嘴都被填滿了 而且它不只米飯 它食材也非常講究 你知道呢 它台灣一定會用 跟日本相同的食材 而且它把最好的 留給顧客 什麼樣子的地方 留給顧客 它食材用最好的 你知道像我們 看這個 它有中腹 這個是中腹 這個是黑鮪魚 一大幅 你知道這一盤多少錢嗎 黑鮪魚中腹 那不在外面 很高 超級的 一片應該也要 100多吧 對 差不多 它只要60 它只要80 真的很便宜 很便宜 打幾折 打幾折 到補折你都吃不了 真的 100多打對折 你80人就可以吃到 這麼好的CP值 這裡 來 看它的油花 有 我是怕我吃得不好講話 這個誰受得了 這個油 真的 這閃閃動眼 這誰受得了 對 它的油脂都在 剛才沒吃便當 它的食材真的很新鮮 確實很新鮮 而且那個米煮得真好 我跟你說 其實你看到 我們桌上這麼多 它品項非常多 它每天一定要有 150種的商品 這麼多 而且 它是全台那種 迴轉壽司裡面 餐廳選項最多的 而且每個月還會推出 10到20種的期間限定商品 對 這樣你一秒就覺得 好像到日本的感覺 對 因為最怕是品項很單一 可是如果你選擇很多的話 你就會覺得 每天都有耳目一些的感覺 對 然後炙燒 炙燒現在很熱門 然後他們現在流行到說 炙燒上面也要加一點點起司 但是每家做的真的不一樣 但是我不知道那個口感是怎麼樣 有一個小朋友超愛的 叫做炙燒起司鮭魚 還有炙燒羅勒鮭魚 這樣子少朋友就敢吃了 來…大家試一下 對 羅勒醬 來 這是很像義大利麵的那個羅勒 對 羅勒 來… 好吃 謝謝 好新的口味 阿布 我剛才有吃了 你為什麼有吃了 起司 我起司還沒吃 你為什麼有吃了 他偷吃了 他偷吃了 趁人家介紹的時候偷吃 真的 還有一個人氣No.2 鮮蝦三罐 他真的是小朋友愛吃 真的 真的 一盤裡面可以吃到赤蝦 鮮蝦跟甜蝦 好燙喔 CP值爆表了吧 顧客一致工人來店一定要吃 鮮蝦三罐 太厲害了 所以你看那個肉 你看 這飽成這樣這麼飽 有多大 對啊 好飽 超大片的 那個飯整個看不到了 真的 這個可以從大年初一吃到初五 這是台灣限定商品 而且每天都吃不一樣 對不對 特別為愛蝦的人吃 初二 初三 不想要吃 如果他們店面開 你就可以去 這裡還可以用店家的App來定位 對 都不用跟人家排隊 我吃一下那個蝦子好不好 好 既然那麼人氣的話 對 肯定要 就是愛蝦的朋友 你就可以點這一盤 因為一次吃到三種 非常的划算 太厲害了 好吃嗎 好吃嗎 好香喔 像這種握壽司 處理要處理得很好 對 讓你的肉看起來水水的 對 一定要紮實 飽滿 對 而且出飯又不能夠掉 出飯比例也很重要 對 飯捏得好緊 對 很紮實 其實真的過年來點不一樣了 對 是很好 因為都一樣 大家都很累 全家出門選好料理 也真的是一門學問 沒錯 家人坐在一起吃 過年想試吃看日本 我也來這裡就對了 沒有錯 好吃 真的啊 現在不可以出口 我們就去那邊現場吃 或是如果它可以讓我們外帶 我們就外帶年菜 對 在家裡面吃 但你應該會排隊排很長 對 大家不要以為這樣 最近天氣的 它也有些什麼烏龍牛肉烏龍麵 對 有很多 所以像老師也有 她也說話囉 來喔 其實像我 因為這個媽媽 從年輕時做到現在 小孩子就會習慣就是說 過年一定要有這些東西 對 所以過年會大魚大肉 會吃很多的時候 像我有些時候 吃久了真的會膩 對 我有些時候想要偷懶 不想做那個石箱菜 人家石箱素食菫 她要十種菜 都要切絲這樣長 可是我後來我就想一想 其實這個石箱菜 我一次給它做起來 大概可以做一個禮拜的量 那每天一上桌 那個菜是最先被吃光 對 因為它非常的爽口 那還有就是烤糊 所以這些你都是可以 先把它做起來 對 它可以吃涼菜 那另外就是 因為你吃了太多大魚大肉 你總是要讓它環保一下 那我會用那個串兒 小串兒加黃瓜 來兩拌 它也很好清爽 拌起來就很清爽 對 所以過年太多的大魚大肉 吃一吃的時候 你會覺得說這些小菜 真的是很好吃 那你如果是 灌的那個晚上忙完了 大年初一 你真的不想要做 那麼多事情的時候 你就把昨天剩的 因為台灣人就是過年魚 一定不能吃完對不對 對 還有銀麵 那銀麵你就用個五柳醬 把它澆上去 灌的又像一條心的 那像我會做獅子頭 那就是獅子頭把它蒸一蒸 然後再放一些青菜 那涼拌菜拿出來 就有啦 有魚有肉又有青菜 什麼都有了 什麼都有了 沒錯... 其實過年就是要簡單吃 只要有那顆心就好了 對 家裡面大家團圓的那個感覺 是 謝謝老師的分享 其實在過年的時候 吃的過年是一個氛圍 是 剛剛有很多小撇步 其實大家都可以慢慢的去學 對 但是有一個是最難的 在過年的時候送禮 那個真的是 這邊就一定要來請甄莉姐來介紹 因為她是老闆娘你知道 送禮送得多啦 一定的 可是又很難送對不對 對 而且又要讓人家感到說 你送我這個到底什麼意思 或是說 你怎麼送到那麼好 不然就送送啦 對 我現在看到眼前這一排 我覺得是非常好的禮物 我們請甄莉姐來介紹 因為今年就是疫情的關係 那因為我跟我老公 就是我們在台北 就是在台北生活 可是你要去拜訪大家 像親戚幹嘛 他們都在中南部 對 所以那現在因為疫情關係 你去拜訪別人 別人也有點害怕 想說你要來或幹嘛 那可是我覺得 不太適合趴趴走沒有關係 我們現在可以用另外一種方法 來去送人家禮物 我現在大家可以看到 我現在桌子上擺的這個 我覺得既然不能跟人家團圓的話 可是我們還是要送禮物 讓她知道我們的心意 那因為大家現在對健康這件事情 比較重視 沒錯 所以我就特別的準備這個 結合健康 心意 還有新創意的禮盒 是 而且她有 你喝了她之後她有力氣 還有第一個 現在大家最注重的免疫力 她除了健康之外 她還有個新創意 為什麼我先講 我們要送的這個禮盒好了 譬如說像氧氣人參 它就是讓你精神好 然後讓你養好氣 柏林姿勢可以給我們免疫力 對 沒錯 然後人參基金呢 它就可以抵抗你的疲勞 還可以顧你的元氣 這個人參基金可以加入 剛才我帶來的菜脯機裡面 因為它這樣子營養會更加分 那像那個五倍人參濃縮 精華很厲害 它可以快速補充能量 所以每一個東西是不一樣的 可是我覺得除了送這個禮物 它這個禮物最厲害的地方在於 有一個現在最新的技術 叫AR技術 AR是什麼 AR技術大家一定不懂對不對 我跟你講它超貼心 我示範給大家看 好 手機就在這裡 然後它的主頁 你點進去之後 譬如說我現在要買禮盒 我要送給美秀姐 然後我就先點進去這邊 然後點進去之後 你就要寫一個 我心裡話 GO 寫心裡話 要寫心裡的話給別人 就像寫卡片一樣 可是其實現在又沒有人在寫卡片 你等於就是先把這個寫在這個上面之後 寄給你的朋友 有點像電子琴鐵那樣 對 類似 就像電子荷卡的 然後你禮到了 我手機響了 我一打開 沒錯 你就可以看到 也太方便了 對 真的 像它就是點進去後 它有教你什麼步驟 你可能就是第一個先選 你要送給你朋友的禮盒 然後你就點一個 然後點完之後 你就可以在這邊輸入你的心裡話 因為你知道有些人可能就是 很不好意思講一些 就是面對面或是幹嘛 肉麻他不敢講 可是用寫的 它很可以 然後就在下面 把你要 就是你的名字 誰送的 電話手機 全部都弄好以後 這邊打一個勾 然後就可以 我的專屬連結 就點進去 那點進去之後 它就會有一個複製 複製之後 你就直接把它從那個Line 傳給你的朋友 因為現在大家都是使用Line 傳給你朋友的時候 你朋友就會從這邊這樣子收到 收到這個 當它收到以後 它就要點開對不對 對 點開 點開 點開之後呢 它還看不到你的字 所以譬如說 我今天先訂購這個禮盒 我寄到你家 可是因為我先寫好 我怕我忘記 我把Line傳給你了 你點開 想說你傳了什麼給我點開 點開你還看不到 為什麼呢 因為你一定要對到這一個 因為禮物還沒到 對 因為禮物還沒到 當你收到禮物之後呢 你就可以直接看到 我傳給你的字體是什麼 是 有沒有 有沒有看到 對不對 收到了 好貼心喔 真的 禮跟心意的心意 太厲害了 所以這樣子 禮盒它也收到了 你的心意它也收到了 連結送禮有心意 不用出門也可以 在防疫期間 這段時間其實滿好的 讓我們人跟人之間 有某種的省思 然後會有另外一種 溝通的方式 對 你現在覺得很有趣 節目最後 還有金妹禮物大放鬆 當你收到禮物之後呢 你就可以直接看到 我傳給你的字體是什麼 是 有沒有 有沒有看到 對不對 收到了 好貼心喔 真的 禮跟心意的心意 太厲害了 所以這樣子 禮盒它也收到了 你的心意它也收到了 而且還覺得很有趣 真的 透過這方式 但是你不但把健康送給人家 你也把你的心意送出去 穿搭 而且其實在防疫期間 這段時間其實滿好的 讓人跟人之間 有某種的省思 然後會有另外一種 溝通的方式 其實這些都是 就是大家很需要的 對 然後送人真的是非常好的 一個心意 就代表我們的貼心 對 我們想念眼方的你 是 期待 精神好 養好氣 再相會 沒錯 精神好 養好氣 再相會 沒錯 而且在座應該有很多 國外的朋友對不對 對 所以國外的朋友有很多故事 你可以 它可能是卡在上海 或者是美國 歐洲 都不能回來 國外的心意都不能回來 這樣子就很貼心 對 是... 然後還有一個 就是要跟大家講的是 謝謝你們的分享 讓我們吃到 那麼好吃的消息 對 記得喔 幫我們Cue一下 我們有精美的小禮物 要送給你們 好 新年快樂 下集見 快樂 很厲害喔 好厲害喔 過年就在這個案子上 對 恭喜 對